和欢山降雪创入冬以来这一多 也吸引了许多的追雪族来上山 那么交通部公路局就特别提醒 台十四甲县到大榆岭县加挂雪链通行 而武岭到松雪楼 路段及转弯陡峭也建议开四轮传动的车 昨日的和欢山降雪量创入冬以来的最多 积雪最深达10公分 横跨南投县与花林县的和欢山区成了雪国 吸引许多游客上山赏雪 台十四甲县18公里处翠峰管制站 今天清晨开始开放通行 已有约一公里的排车车阵 公路养护工程单位为了确保用路安全 昨天22日下午17点10 指出不禁疫情性道路封闭 管制路段由省到台十四甲县18K翠峰 至41.5K带预路段 并以今日23日八十以开放通行 单要加化雪链车辆才可通行 那清晨分级呼吁用路人 雪季期间山区道路路况难以掌握 会必要月间请勿进入山区 出门前务必做好保暖工作 并随时注意车况 避免造成身体不适而影响行车安全 位于花链县秀林乡海拔 3150公尺的松雪楼以及荷欢山 23日凌晨开始下雪 累计厚度达到10公分 上有溶雪的情形 公路局以及新城分局 建议武岭至松雪楼路段 以四轮驱动车并加挂雪链较为安全 记者林杰秀林乡采访报道